是叫做空气过滤的 有很多人觉得奇怪 就是我们很多人租的房子 都没有空气过滤和新空系统 它有空气过滤和新空系统 这是我们希望在全国率先做解采的 现在很多企业都这样做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 现代的育种技术 那么这个种族要求特别高 要求特别好 第四 有饲料配方技术和生产技术 另外就是我们的整个养殖的技术 和数字化和物联网化和智能化的结合 而这些很多叫做小规模的农户 是难办到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种小养户正在向规模化 现代化的养户方向在过渡 但是怎么样帮助这些小户 能够获得价值 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 能够分享去收益呢 所以说有不少的公司 也搞到公司农户的结合 我们公司也有一部分 是自己养的 从种族到肥猪 但也有一部分 是通过公司加农户来养的 而我们也跟一些贫困地区的地方的结合 把养猪和帮助脱贫结合在一起 把现代化的养殖和脱贫 帮助农民脱贫质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总之 这个养殖业正在向 这个更加大的规模 更加现代化的发展 更加注视安全生产和防御 更加自能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 而且这方面呢 要投入很多很多的钱 在这方面呢 我希望呢 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 能够更多的 能够学习一些新的养猪的技术 和一些手段 养猪 养鸡 养鱼 养牛 通过这个养殖业 和叫做种植业 通过现代化的一个手段 来武装自己 成为我们新型的家庭农场主 和新型的农民 好的 感谢刘主席 那么有要提问说 这次疫情给很多企业的 现金流管理上了很深刻的一刻 那您觉得企业安全的 这个现金流储备 应该是几个月比较合适 那么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来讲 怎么扛过这次危机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那么新希望在30多年的 这个发展过程中 肯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咱们新希望都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是的 这次抗疫啊 特别是我们行业里面 抗非洲猪瘟又抗疫 双抗 在这个过程中啊 好多的企业受到了冲击 好多的企业 养猪 猪死了 那么这个 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 这个我们的生产 发展受到了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来支持 来帮助 来解决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 帮助到我们的农民朋友 这是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新的格局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 发挥我们的主动性 来积极的投入到这个 现在的养殖业里面去 现在的农业里面去 这是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 要考量的 为了帮助我们广大农民朋友 能够了解 熟悉 推广 参与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 我们新希望提出了叫做 帮助用五年时间 帮助十万个新型农民 的这样的计划 现在已经到 快到第三个年头了吧 在第三个年头 我们已经 培养了 超过了五万个 超过五万个 这样的新型农民 我们通过线上 线下 和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这个养殖场 和几个大学的合作 我们组建了好几个学校 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些方式 来帮助农民 获得现代农业的知识 当然我们不单单是 科学养猪 养鸡 养鸭 养牛 我们还科学的 种粮食 水稻 玉米 小麦 等等 我们帮助农民 提高 我们的这个能力和素质 我们还开辟了 叫做 叫做 这个叫做 民宿 这个 和这种餐饮 这样的一些培训 等等 通过 适合农村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形式 来帮助农民 提高他们的实影性 来推动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成为新型的农民 和西医型的家庭农养组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都行动起来 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员工都动起来 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 带动更多的农民朋友来进步 我们一家做的好 不算好 要大家都好 才是真的好 好的 有网友提问说 中美贸易协议签订 中国会大规模扩大 对美农产品的 及肉食品的进口 请问这对中国农业 及养种植业 有没有什么冲击呢 中美贸易协议签订了 我注意到了 将会大幅度的进口 一些美国的一些农产品 这个农产品里面 像黄豆啊 玉米啊 还有些鸡肉啊 猪肉啊 这些都会进口的 但是呢 这个美国的猪肉的绝大多数 它是用了一种叫做 那个基数的 叫做瘦肉精的 而瘦肉精在我们中国 是不允许用的 所以说很多现在美国的猪肉 在中国 是由于瘦肉精的 这个技术的原因 是进不了中国的市场的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中国的养猪业 养殖业是全世界的最多 占了全球的这个一半 一半 而全球的这个 这个叫做肉啊 特别是猪的这个贸易量 很少的 远远解决不了中国的这个缺口 所以说尽管现在加大了 对美国的这个农产品的进口 但是我想呢 豆腐可能会进的比较多 像玉米啊 或者是小麦啊 这些可能会进口 也会增加 猪肉 鸡肉也会增加进口 但是我觉得 总的跟中国趋大的市场比 还是较低 这是第二个 第三 而我们中国人呢 更喜欢吃我们中国家门口自己养的猪 新鲜的猪 而那种通过冰冻的从这个很远的地方爬过来的话呢 肯定是没那么新鲜的这些市场的需求选择 另外呢 这个运费飘洋过海 运费啊 方方面面也蛮高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叫做农民 我们中国的养殖者 我们中国的市领物业 是有这样的信心的 在放开市场的情况下 我们一样能够活得好 最近呢 我们很多的养殖企业都在加大投资的规模 可见大家的信心是满满的 我们是满有信心的 好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直播的时间呢 其实已经这个超过了原定的计划 刘主席也讲得非常尽兴 那么在最后呢 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也请刘主席借亚伯利这个平台 对大家说两句寄予 看看刘主席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好 我作为新鲜的计划的董事长 同时我是亚布利企业家论坛的 农资主席 同时我也是川商总会会长 另外我也是叫做农村农业 山产联盟的理事长 有这样的身份 在疫情还在继续 但是呢 中国的抗疫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的今天 在恢复生产 保供给 在这样的一个三宝的大背景下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我们的企业 首先要积极的恢复生产 用我们自己的实际的行动 来满足市场的供应 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要继续做抗疫的表率和榜样 这次这个疫情呢 其实给我们一个企业家的这样的一个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压力 好多企业确实就接不开锅了 特别是中小企业压力特别的大 特别是服务业的餐馆啊 人聚集的这些地方 那么都关了 对这些中小企业是极大的压力 怎么样帮助这些中小企业 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呢 这不单单是政府的事 我们企业家 我们的商会 我们的亚伯利 也在想办法 也在出主意 我们一方面 赋予国家给更好的一些政策 来帮助支持我们这些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 我也看到了国家确实也出来了一系列政策 在税收上 在贷款问题上 在方方面面给了一些支持 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的企业家也要在自己的财链上 在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小微企业 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当然了 我们这些企业 我们亚伯利的这些企业 总体来讲 还是规模都比较大的 我们自己也有好多的困难和压力 但是我相信 我们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另外呢 这次抗击这个疫情呢 不单单是中国的事 现在中国的这个数量 已经每天呢 只有个位数 但是呢 好多国家 还在增长 一百多个国家 现在有的国家一天新增上千了 所以说这个疫情是全球的 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疫情 尽快能够解决 完全解决 同时我也希望国际上的疫情能够解决 所以说我们也期盼 全球能够都一块战胜这样的预期 像中国这样逐渐的减少 那么我相信这天会来到的 那么我们作为企业家 作为亚伯利的一员 我们也期盼 这个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 这次我要特别讲一讲 这次抗疫过程中啊 我们尽管我们的企业 特别是民运企业面对那么大的困难和压力 但是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主动担当 看到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报道 有很多的感人的事 就拿我们亚伯利的企业家来说 捐款30人 捐物资10度过亿 在全国各地组织 人物资资源 来支持武汉 支持抗疫 支持一线 这体现了我们企业家的精神 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是有责任的 有担当的 是能够信得过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 这个值得信赖的一部分 同时呢 我也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政府啊 也为了帮助企业过难 度过难关 也出台了好多的政策 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 有了这个企业家的积极的响应 更重要的是 全国人民的万众一心 我相信这个 我们中国的预期 一定能够解决好 同时我相信 我们的日子 迈过这一片以后啊 将会走得更好 我也希望全球能够尽快的 解决预期问题 好的 感谢刘主席 今天一个多小时的分享 那么今天的直播活动 我们就到这里圆满结束 那么也感谢150万网友在线的这个关注 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右下角二维码 关注亚伯利中国企业家论坛官方微信账号 了解空中亚伯利论坛系列直播的资讯 同时 第二十届亚伯利联会将在2020年6月12日至14日 在黑龙江亚伯利举行 欢迎大家关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刘主席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